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自大三角 现在我住在佐伯州鸡鸾 所以欢迎大家 我想跟大家分享 如何考这个进入大学的英文测试 我第一个video都有跟大家讨论了 他的需要 他的考试的种种的这些重点 要考试之前必须知道的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视频 我要跟大家讨论 我要分享跟大家 第一个考试就是Listening Listening是听力技巧 听力的技能 所以这个Listening呢 他的考试纸叫做Paper 800-1 800号 这个考试纸的名字是800号 然后Stroke 1就是因为它是第一个视频 所以Listening呢 是我们放这个录音 录好的这些文章 然后呢 学生要听 一边听就一边写答案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考试呢 他的时间这些全部都是他 你需要知道的 对于那些同学 你的学校没有什么教到的 你就可以听我这边 我解释给你听 还有对于那些做工人士啊 或者学校的老师啊 有报名考不过不但确认他的格式 因为没有人教 你可以听我这里讲 然后你会比较熟悉 就没有这么紧张去考试 因为你现在考试你还是必须知道的 他的要求是怎样怎样考的 所以现在我讲给你听 你知道了 你就不会担心说 到时候去考怎么办 他考什么呢 他怎样考呢 这样子 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的东西 OK 这个Listening考卷 首先我刚才有讲过 他的考试的名字叫做Paper800800-1 第一个考卷 这个考卷呢 listening呢 总共的时间50分钟 50分钟 50分钟 然后呢 最高的分数就是满分是90分 满分是90分 不过他的重量 他的重量就是整个考卷 他哪个位置 25% 所以因为你都知道你要考四个部分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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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四个部分 四个部分 所以每一个部分呢 他的重量呢 他的%是25% 加起来就是100% OK Number of text 在考试的时候 他总共出的是7个 7个 那个text 就是他的文章 OK 他出7个 Number of questions 总共呢 30题 总共你必须解答30题 他的考试怎样出 两种 第一种呢 叫做3 option MCQs Number of text 英文叫做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选择题 A B C 罢了 3个 3 option 就是3个选择 就是说 他每一题呢 他只有A B 或者是C 选择一个 一个 一个 来 简单 然后第二个种类呢 他会出Multiple matching Multiple matching 通常他有一个图案 可能他出一个地图 然后他叫你找答案出来 可能一个位置 一个地方 在这个图案 他会讲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他问你 根据这个图案 读书馆在哪里 所以他说 那个图案出来 然后你要写出来他的图案在哪里 或者方向去某一个地方 或者某一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一个人的家在哪里 等等 就是他看那个地图 或者他可能会出 也是出一种这样一个 table 这样子 然后他可能跟你 他讲的时候是关于步骤 比如讲 steps 如何做风筝 或者如何做蛋糕 这样子 他讲的时候 他就讲那个步骤 然后他问你的题目的时候 可能是最重要的步骤 或者第三个步骤是什么 这样子 一个例子 然后呢 第三个种类 可能他会有几个人在讲话 这几个人讲的东西是关于同一个题目 不过各有各的意见 各有各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三个人在讲一个解决问题 所以每一个都有他个个别的看法 或者他的方法 所以他就分开来讲 讲了之后呢 他叫你配答案 找那个答案 这个人 这个A 这个人 他讲什么 或者B 讲什么 这样子 所以views就是看法 issues 就是事情 或者是问题 然后呢 number of parts 他总共有五个part 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part four part five 五个part 不过呢 他有七个文章在里面 在这个五个part里面有七个文章 所以part one是什么呢 part one是dialogue dialogue是两个人对话 所以你会听十分钟 你要专心听 因为他有十分钟 part one 两个人讲话 然后这两个人讲完话了十分钟后 他会出七个题目给你解答 关于他们这两个人讲的东西 part two呢 是monologue monologue 华语叫做自言自语 一个人讲话 一个人讲话呢 他讲十分钟这么长 可能他是 好像我这样子咯 在主持一个讲词 或者在演讲 或者在读新闻报告 或者在发表他个人的意见 他呈现他的思想 那个呢 也是十分钟一个人讲话 十分钟到 他会出七个题目给你去解答 part three也是自言自语 不过三个人各讲自己的东西 可能他们讲问题啊 可能这三个人讲如何解决一个问题啊 或者是三个人可能各别 每一个都讲原因发生一个某一个事情 这个呢 六分钟 三个人用六分钟来讲 讲完了 你要解答三题 他会出三个题目来解答 part four呢 就是dialogue 两个人对话 十分钟 这两个人讲话 讲话 讲十分钟 然后呢 有七个题目呢 在这个两个人讲话 他会有七个题目关于他们两个人所讲的东西啦 然后part five呢 他有分三个 三个小部分 这三个小部分都是dialogue来的 对话 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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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 在这三个对话里面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他会出六个题目给你去做 总共呢 这三对的人 三个嘛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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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呢 他用三分钟 三分钟讲完了 然后呢 part one part two part four和part five 他的题目是用mcq的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就是abc选择题 只有part three呢 是multiple one magic 这样这个配 配他所讲的东西啦 magic是配嘛 然后呢 five options 五个选择 不过呢 三个 要三个罢了 有另外的两个呢 是多余的答案 不需要用到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 总共呢 三十题 总共三十题 时间五十分钟 主持完啦 这个就是我的提示了 在考试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第一呢 not all 打操 什么意思 不要把你听的东西 一直拼命的写写到整张纸 你可以做笔记的 可以的 在那个纸做笔记这样子 不过不要这样子做 因为有时候啊 你在专心写的时候 他一直讲话就一直讲嘛 他是机器用的嘛 他用那种 我们用qr code来管理好的 他会一直讲的 他没有停的 然后你一直在写 一直在写啊 可能你会漏掉一些东西 这样子很危险 所以千万不要 不过呢 你可以写大概我们英文叫做keywords啊 主题字 好像他讲整整样的整篇的东西 可能有一些单词 你可以记录下来 因为你听到他讲的重要的东西 可能几个字这样子是ok的 最终你还是要专心听 skim 什么叫做skim呢 那秒 好像扫描一样的秒 就是拿到考虑 你有一分钟 他要一分钟后 他才开始 所以那一分钟呢 请各位考生呢 从头看到尾 快点用一分钟来看完他的题目 因为哦 你看题目 你可以猜 你的脑会有个图片 这一个文章是关于什么 比如说 为什么他们在沙滩 比如这样 然后他们在沙滩到底看到什么 比如这样 他们当初看得到一切的东西吗 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猜了 哦 应该是盘晚了 看不到东西 然后在沙滩里那边发生一个事情 然后他们在那边是有一个原因 你大概可以猜一个好像一个idea这样子了 所以看题目很重要 从题目你大概可以猜到他的内容 大概大概内容说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叫做 scheme 很重要的 selective listening 什么叫做selective listening 就是说听找主题字 不要听 把全部写下来 不用的 selective listening就是听重点 专心听主题字 尤其是跟答案有关 那个叫做selective listening selective是选择的意思 选择来听 注意 以法 注意 spelling 你 spelling错的话 真的是很难 真的是不可用 所以要注意一下 grammar呢 比如说 他给你一个空位 叫你填答案 可能他前面有写一个er 所以你的答案呢 就算你有听到s的声音 或者你认为你有听到s的声音 你还是不可以写 因为前面有一个er 但这个要注意 有一个我弄掉是吗 对 第二 read instruction 哇 很重要 每一个部分 你要看他的那个命令 他的instruction 就是他的命令 是指示 可能他说以下的空位填一个字 或者填三个字 或者不要超过三个字 你真的要服从我 如果讲一个字 你去写两个字下去就是错 如果他写三个字 你就要写三个字 或者他讲不要超过三个字 那你就放心 一二三可以 不过不要写四个字 如果一个字中间有一横的 肯定是算一个字了 所以这一些就是我的提示 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那种考生 自己报名考试 然后也没有人指点 我希望我讲的东西有帮助到你 你可以知道要怎样去准备这个考试 因为我也是知道 有些考生他们报了名 到考试他都还不知道要怎样去考 真的是很令人担心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有帮助到你 所以如果你听了我的解释之后 你会觉得会比较轻松一点 会觉得松了一口气 因为原来是这样子考 所以记得你可以听两轮 你可以听两轮两次 听两次 比如说八万 十分钟讲完了 再十分钟讲多一次的 同样的东西 所以说有两种解答的方式 有一种学生 他是把笔放在桌上 他专心听十分钟 听听听他全部记在脑子 第二回合到他笔拿起来呢 他就开始写答案 一边听一边写 这个是第一种类的学生 是我本身考呢 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 我一边听一边写答案 我的人是这样 所以说第二种类呢 就像我这样子 如果我是去考的话 他一开始放那个录音带 或者那个录音带 或者那个录音带 现在我用QR code 就是 scan他就可以了 但是我的话呢 我会一开始我就跟着他写 然后当然我是来不及 因为他有说讲到很快 然后我来不及写 我在写第二个的时候 他已经讲第三第四了 那我怎么办 我能够写多少就多少 我一直跟那个录音带就对了 可能我写到第二个 他已经讲第三个 我整个第三天 没所谓 我听我到了第五了 不要紧我到第五 我跟着他 到第五 然后我可能写到第五 他已经讲到第七 我跟着他 所以我跟着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miss掉的我不理他 为什么 我等第二回合 所以第二回合到的时候 我会怎样做呢 他又是重新讲到回来 所以我就听了 我听听听 我的答案听一听 我刚才写的是对 第二我写的 我写到了 第三我写到 可能第四第五 我miss掉 到的时候第四跟第五 我足够时间了 我填下去了 我就开始填写 我所miss到的东西 这样子了 所以 考试没有跟我们讲 你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解答 总而言之 有两轮给你 然后你的工作就是选择答案 或者自己写答案 因为呢 你看这里哦 part1 part2 part4 part5 1245呢 是mcq来的选择听 三个选择ABC 不过part3是比较挑战性 因为multiple matching with 5 options 他给你五个答案 五个选择 不过三个要用到 有两个是不需要写的 有两个是不识答案的 所以这个会比较挑战一点 所以说必须听 听了填写 这样子 注意 是我的话 我会这样子做 第一回合 我会 我就开始写了 但是我肯定我填不完 因为他们 他快嘛 他是机器 我是用手写 所以我一定会miss这样 没所谓 我等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他在讲同样的东西 我就填写了 我拿一个漏掉 我就填写了 所以你本身去考的人 你要用什么格式呢 就是你本身 我有一个东西要跟你讲 就是往很多例子 有很多练习 如果你是靠自己 没有人帮助你去书店买一两本参考书 里面的练习呢 自己多听几遍这样子 自己练习 我总是觉得多多练习就会完美 俗能生巧 生巧 是不是 所以就是要熟悉那个题目 最重要呢 带信心去考 你怎样会有信心 你足够的练习 你做过 你会 你知道要怎样去处理 那你就不会担心了 所以请大家给我一个like share和subscribe 我讲到这里 我下一个视频呢 是Paper 800-2 也就是这个speaking 怎样去考这个speaking 就是这个对话 会话 OK 再见